面粉不要总是蒸馒头和包包子了 今天分享一个浙浆特色小吃 一出锅吃上10个都不够 像纸一样薄,柔软又劲道 先准备500克面粉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3克食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再加入350克温水 再用筷子搅拌成大面絮状 最后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刚开始揉的话有一些粘手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要多揉一会儿 待水面融合以后就可以了 揉得差不多以后 可以移在案板上再多揉一会儿 最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好以后再搓成粗细均匀的长条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切好以后再把小面剂团圆一些 接下来案板上抹上一点食用油 再把团好的生坯一个一个放进来 中间割开一点距离 然后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预防风干 最后盖上保鲜膜 醒发20分钟 再准备一些搅好的肉馅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 适量的生抽酱油 适量的蚝油 再加入一把葱花 然后浇上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最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备用 这时把形好的生坯 按压成饺子皮的大小 再加入一勺肉馅 上面再盖上一个生坯 再把边缘处给它捏紧了 然后双手轻轻地给它撑 一定要转着圈儿撑 把四个边缘都要撑到位了 最后把边一定要给它撑薄一些 撑好以后放在电饼撑里面 饼的上面刷上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用小火烙 把底部烙至微微金黄 烙好以后翻个面 把另一面也烙至金黄 烙好以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饼非常的柔软 烙好以后放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家里有面粉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冬河肉饼 比包子简单 比油条好吃 像纸一样薄 柔软又劲道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